好 目前远东百货花莲店在花莲市长魏佳贤的见证之下呢 捐赠华山基金会应景春节礼盒 希望在年节之前让独居长辈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赶在农历春节前夕 远东百货花莲店店长黄永芳 副店长曾天次等人 系统市长魏佳贤协助华山基金会农历春节前发送年菜和礼盒 分别前往慰问花莲市独居长辈94岁张姓爷爷和79岁谢姓爷爷 彼此花家常定宁身体健康 今天很感谢花莲市长跟我们一起 连同华山基金会来关怀我们花莲当地的独居老人的 目前生活状况跟需求 那已经快要过年了 我们希望藉由这样子我们身体力行的活动 能够喚起更多的团体跟个人 一起来关怀花莲的独居老人的生活的问题跟日常的需求 已经要快要过年了 我们也看看他有欠缺什么样的物资 那基本上我们带了相关的一个生活物资给这些长者 那有看到他们欠缺的部分我们会把它补起来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花莲市的朋友们 能够多多关心身边周遭的独居的朋友们 如果有需要协助的部分 也请大家来联络花莲市公所或相关的社福机关 他们肯定会提出一些物资 还有一些生活用品给这些独居长辈来做相关的使用 访试过程中 审问长辈是否欠缺物资或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 华山资金会华联县站长肖介汉 感谢圆柏华联店及华联市公所抽空拜访 目前在华联照顾的独居长者将近1200人 平时提供关怀访试 物资协助 陪衣取药 代购生活物品等服务 受疫情冲击 目前仍有四成长辈代协助 疫者可拨打华山资金会爱心专线 038-311-587洽询 记者长包演华联市报导